27号一大早 桃园巴勒区大幅里内的福星宫土地宫庙前 道士仍进行着新神像开光安座法会 通说上除了摆着一尊新神像 还有先前被人刻意破坏的旧神像 原来在23号下午 当地有信众发现 土地宫的庙门不仅被人撬开 神像更被摔到地上 当场伸手异处 让庙方与信众情分不已 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对土地宫有这么大的怒气 应该就是摸不着头绪 为何下了这么手的重 门撬坏了 而且把土地宫摔在地上四分五裂 造成所有的信徒非常非常的伤心 我们这个真的很舍不得 那个土地宫已经差不多七十 因为我知道就有七十年了 我们现在就重新再请一针土地宫这样子 今天就做这个仪式 做这个法会 我们这个土地宫这么灵业 疫情都保佑得很好 社区都是很平安 我们社区就是大家都这样讲 土地宫就牺牲自己 有什么大灾难 他自己牺牲自己 所以以后又不要发生这种事情最好 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们庙里讲就好了 紫棋一桥摔坏的神像内部露出了稻壳 反映当地早年农村时代环境的艰苦 而且根据庙方主委记忆 土地宫庇佑当地已经有七十年以上 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当地理章表示 有陷于一旁的乐娟香并未被动过 显示神像是遭人刻意破坏 因此事发后已经立刻报警 并加强安保监控 希望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既卸毒声明也伤害当地性众的前程之心 不知道何人所为 防患非常的困难 我们也有通知警方做该有的行为 而且加强了本区的一个监控系统 希望有心人士 如果您对本公有任何问题 或者意见表达 希望能跟管委会做一个说明 不需要针对神像来破坏 因为这样子伤了所有在地的一个 礼民的一个心态 非常的不可取 拜托我们的好朋友们 土地宫伯伯他坐在这里那么久了 也不需要下如此的众手 让他伸手益处 谢谢 由于没有事发当下的影像 庙方难以弃凶 信装们也只能自我安慰 说是土地宫帮地方挡了大劫 期盼土地宫心惊生在重新安坐之后 必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让土地宫能继续安稳守护当地百姓 记得留意请订阅报导